就是轻松 暖暖乡亲 坐车轻松 设置有幸福华城 血液山水 以及暖暖邮局三站停靠点 跳蛙公车APP开始可以上网订票 保证有座位 更可以使用双北1280月票 8月15号正式发车 这一次和新北的1280的月票 我们可以挂在一起 第一个就可以省了我们很多荷包里面的问题 那帮我们解决这个通勤族 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就可以省了很多 第二个就是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 跳蛙公车是吃1280的月票 那包含之后我们如果到台北之后 要转成我们台北市的公车 台北市的捷运 双北市的捷运公车 都可以在符合1280这个月票的这个架构里面 让我们的通勤族可以有点小确幸 因为透过APP订票 所以你在这部车上 你已经先付款了 一定有你的位置 那客运公司也会很安心说 我多派一台车 不会因为多派一台车而去浪费成本 所以等于是双赢 甚至严格讲起来是三赢 因为对于新北市跟台北市政府 他们能够把高速公路上面的运量 做最大的优化 变成是说 如果这个事情 如果大家愿意去搭这条车的时候 我们的上班族 我们的通勤族 可以早一点 确定搭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我们的客运公司 可以不用在离风时间 继续花费沉没成本 去让自己亏钱 而新北市跟台北市政府 甚至在高速公路上面 他们的交通流量 不是小客车过去 而是公车过去 帮他们不管是在 local的交通流量 还是停车位上面都会有帮助 这条暖暖松山线 从瑞芳车站发车 经过节鱼坑站 四角亭站 幸福华城站 血液山水站 暖暖邮局站 上高速公路 到台北南港展览馆站 南港转运站 玉城国小 再到终点松山车站 可以疏解 基隆市暖暖到台北市南港 和松山尖峰时段 几乎客满的旅运需求 但是这条跳蛙公车路线 能不能够顺利经营下去 也要看日后乘坐的客运量 因此副议长林佩祥 和市议员林敏勋 以及联恩典 都呼吁民众 多多搭乘这条路线的跳蛙公车 乘车是蛮M型化的 就是上班的时间 尖峰时刻非常多人 那这离峰的时候没有人 那下班时刻 尖峰时刻也是非常多人要回来 那可能会变成是车辆搭不到车 那未来我们用跳蛙来补足 这个原本现在现有的 1088跟1061不足的问题 只要一补足之后 乘客数养成一多之后 这个班次广开 8月10号通车之后 两周以后 我们在各个的站体 包括现在最多的保强吉祥 或者是定祥 李明慧堂 还有定列国中 还有协议山水等等的 这些现在有的站体 我们都会把它增加回来 就是说这条跳蛙公车 可以接到文湖县 板南县 跟南京东路的捷运站 这样是对我们在暖暖区的居民 去上班上课 是非常方便的 而未来只要大家有需求 我们现在的人数一多 我们会在新开 不只新开 新增班次 还可以新增站 林佩祥进一步表示 非常感谢包括新北市副市长 谢震达 新北市议会副议长陈宏源 台北市议员徐鸿廷 以及新北市议员林毅起 共同协助 让这条跳蛙公车路线可以开通 预估基隆市暖暖区道 台北市南港松山 可以减少20分钟以上的通勤时间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